花蓮市公所同样在21号上午成立了工商普查小组 在农业景观花展客外面举行的接牌仪式 花蓮市长魏嘉贤也呼吁相关从业民众要配合普查员访茶 而普查员也会遵循三部二会的原则执行相关作业 请民众可以放心 花蓮市公所21号上午成立工商普查小组 秘书曾凡杰代表市长魏嘉贤前往接牌 他表示花蓮市公所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组 还有花蓮县政府的作业实施要点举办普查作业 希望民众可以配合 各位市民大家好 这是我们五年一度跟行政院主计总组所做的工商普查 我们花蓮市调查的期间是在我们111年6月1号到7月31号为止 那我们在全市共有8671户左右的户数 那我们分为43个普查区 我们有邀请43个普查员在这一段期间 有接受我们专业的访谈以及我们电访 那同时我们也开放网路的填报 那这一段时间请各位市民多多的参加我们的普查 普查作业从6月1号起到7月31号 网路填报系统从5月18号开放到6月30号 市公所强调普查员不会泄露受访户的个资 不会问普查表以外的资讯 不会要求受访者提供账户存折等资料 也会佩戴识别证 会轻松受访户的公函 请民众可以放心 居住会幻视报道